五年能做什么事 对于一部音乐剧的制作来说 五年可以说是一场极为漫长的创作过程 敦煌是什么地方 几个世纪以来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汇翠之地 它孕育了享誉中外独具特色的文化 吸引了众多艺术创作者的目光 近日以敦煌为题材的音乐剧《飞天》 免费上线网络平台与观众见面 该剧讲述了敦煌守护人 以一己之力捍卫墨高窟壁画 赶路人不远万里 冒着战乱异病奔赴敦煌的动人故事 通过浪漫诗意的表达 将绚烂恢红的敦煌壁画呈现于舞台之上 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山海 直抵人心的音乐盛宴 享誉国内外的音乐剧创作团队 顶尖的音乐剧演员阵容 历经五年的创作与淬炼 却以免费线上投放的方式 与观众见面 是什么让主创人员 做出这样不计代价的决定 五年的创作中 他们又经历了哪些困难与考验 在本期节目中 音乐制作人李顿 作曲三宝 编剧观山 将逐一为您作出解答 跟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剧《飞天》的故事 今天节目中间 我们为大家请到了 音乐剧《飞天》的主创李顿先生 三宝先生 以及我们连线观山先生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聊 你们这个音乐剧《飞天》 他其实这句话 非常非常有哲理 就是有多少灰烬 才会有多少余温 有多少灰烬 就会有多少余温 刚才我们聊的都是创作理念 不管他们是如何的复杂 那对于普通的观众而言 其实他们就是想要的 就是好看和好听 对 那为了做到这一点 各位有尽什么样的努力呢 其实就是在我理解 尤其是一样音乐剧的 这种形式的音乐 它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 它就是把歌词或者是台词 去音乐化了 就是去唱出来了而已 我之所以喜欢观山的词 是这样的 就是它的词不是说 你听懂了完了就完了 它得让你去回味的 音乐过瘾了之后呢 词又让你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就反复地这样的琢磨 就是反复地去体验 而且收到的每一次 收到的信息里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好东西 是 那说到这个我就想问一下了 你们的创作是这么保暖的热情 然后你们也请到了顶尖的音乐剧的演员 包括阿云嘎来给你们有这个 金金献唱 达到你们的标准要求了吗 开始的时候 所有人拿到这个音乐的时候 包括阿云嘎都是脸色铁青 然后多少拿下这个 我说放松啊 宝爷在这呢 他说他不在这还好点 实际上我们他来之前都排过好多遍了 但是他一来所有人 我跟那个 我合唱团六十个人嘛 都是混声嘛 我说我告诉你们啊 错一个音就永远不要再想来了 但是呢第一天排练 第一首歌过了之后 他回头来跟我讲说 段 这可以演出了 对 然后 嘎子拿到这个东西都很紧张 我说你放松啊 放松 一张嘴的时候 哎呀 我就哭了 就对了 是 对了不容易的 观山和三宝的东西 唱对了不容易的 我在梦里见过你 在梦里见到过你 关老师您听完他们的演出满意吗 我很激动 我当时非常的这个兴奋 就是因为当这个东西落地 然后把我们的演员来 把它演唱出来的时候 我每一次想等着这种惊喜 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 明白 像一个观众一样 一次去建造这样的一个 特别澎湃的东西 或者特别深情的东西的时候 我非常享受的一种感觉 其实我听完 今天听完三位讲这么多话 我其实会有一个感受 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 高质量的音乐 通达的人声关照 其实是这些热爱音乐的人们 非常可遇不可求的精神的滋养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你们 给我们继续带来更多好的作品 好的 今天感谢三位做过我们演播室 我们希望你们多多来我们的演播室 好的 谢谢 谢谢 正如敦煌的女儿 梵景师所言 一代代敦煌人前夫后继 耗尽余生 只为能最大限度地延续 这璀璨文明的捷径 而音乐巨人首次以自己的方式 完成对敦煌文化的致敬和传承 目的也是要让敦煌的生命和光彩 永远活在音乐里 活在舞台上 今天的中国文艺报道到这就结束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有多少回今秋有多少余温 要你打开怀抱将它做得更轻 这复小时门也许只剩下余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